就你们现在用的这些手机无线充电 简直是弱爆了 最近我在某些计划 198块钱买了一款 隔空无线手机充电器 最远的隔空充电距离 可以达到30米 可以说是妥妥的黑科技产品 哪里吧你 包括了兄弟们 看不见又号称30米开外 就可以给手机隔空充电的黑科技充电器 到底咋样啊 开箱啊 可以看一个充电器 一个圆盘 还有一个背脚 加来咱们把这个电插上 电已经插上了 咱们放手机试着 咋没反应呢 不充电呢 手机壳拿掉再试试 这是啥原因呢 那兄弟们我知道原因了 它是隔空充电 隔空充电就得有距离 我把手机直接贴到这个顶上 它肯定是没有用 现在这个高度大概是1米左右 咱们隔着1米看看能不能充进去 走 这也不行啊 还是没反应啊 这样我把这个充电器给它粘到桌子底下 OK 这回咱们把手机放在上面看好用不 哇 这样就可以充电了 可以看中间隔着这么厚 再高点 完了这么高就不行了 再放下 它又充电了 可以看兄弟们 它这个充电确实可以隔空充电 但是只能隔空这么高啊 在哪呢30米 那么刚才我问了一下 麦家是什么原因啊 麦家说是30毫米的隔空 并不是30米 是他们做图的时候少打了一个M 这就有点坑人了吧 虽然它不能30米充电啊 但是咱们放着 看看它充电效果到底咋样啊 咱们先充一个小时 OK你们时间到了 咱们看看一个小时 怎么掉了一个电 刚才不是41个电吗 它这玩意吸我电 怎么不过 是对不起啊 为啥也没出现 咱们看看一个小时电 感谢观看